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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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力 视人正 慈怀 自相巧 视力 大家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增先 最后呢 还自己跟自己打起来 我们大家知道 身兼个刘婊都打起来的 自己十八路里面 自己跟自己打起来的 是不是啊 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淮南帝尘号可蓄于北方 淮南就是袁硕 袁硕 袁硕他得到了约席 这个约席当然最早是僧监得到了 因为僧监的先锋关打到洛阳里面去 他拿到了 据说是从窟井里面 一个工人尸体捞上来之后 里面有一个约席 就是皇帝的印 孙杰嘛后来当然路上也死掉 打死掉了 打死掉了之后他孙策 投奔袁硕 最后想袁硕借兵 借我三千兵 我回江东发展 袁硕不借 不借他把约席给他 我约席压在你这儿 实际上就拿了皇帝的印 给他换了三千人嘛 最后孙策 我们大家知道孙策平定了江东 就是我们这一代都是孙策的天下 拿到了这个印之后 他将外面宣布天子的印在我这儿 老天叫我做皇帝了 他就宣布自己的皇帝 没想到这个皇帝是不好做的 皇帝一宣布之后 大家都去打他了 最后袁氏就兵败了 最后也死掉了 柯须以北方呢 这个是讲袁 袁绍 就两兄弟 这两兄弟之间也有矛盾的 袁绍是大老婆省的 袁绍是小老婆省的 但是袁绍年龄比袁绍要大 袁绍看不起袁绍 袁绍看不起袁绍 你是我弟弟 他说你这个哥哥是小老婆省的 不是袖绍的 不是袁绍的 我是袁绍的 所以两兄弟之间搞不领情 当年皇帝 汉先帝没地方去的时候 有人劝袁绍把他接过来 袁绍没接 这里干什么 这里还要管皇帝 还要管一批人的K字 麻烦死了 曹操比较近政治眼光 把汉先帝和文武百官 所谓朝廷的百官 全部政务机构都接不去 我得养 养了之后 你还不听我的吗 对不对 动不动 下天字一定忠厚 因为人们的新闻当中 姓刘的才是皇帝 是吧 那么可惜北方呢 袁绍后来后悔了 这个皇帝到你那里去 你那里是皇帝 他想想你朝中所立皇帝 我也可以立一个皇帝 袁绍去找那个姓刘的人 也立他为皇帝 他也想 下天字以令诸侯 这个皇帝名字叫刘渝 叫刘渝 但立了之后 给他磕了个戏 也给他磕了皇帝的印 宣布 这个是皇帝 在我手里 我的兵比曹操还多 你们应该听我的 但是没有人承认这个是皇帝 因为那个汉先帝是正宗的 尽管是董坐立的 朝廷里还经过任命国 所以大家还承认曹操那个是皇帝 后来袁绍也失败掉了 我们大家知道 下面两句是讲打仗 可以假生鸡舍 万幸已死亡 可以假 大家我们知道 打仗的时候 穿了那种贴衣贴甲 里面呢 长期大家不能够洗澡 打仗时候也是不能洗澡的 这个鸡舍 里面那种小虫子都生出来了 打仗很辛苦的 我一几个学生去当兵了 他有时候来看看我跟我聊 我说当兵怎么样 哎哟 林老师这个当兵 他说是蛮艰苦的 比方说晚上我们正好睡下去 十点钟正好睡下去 一身起床后把你全部叫起来 跑步 拉了几十里回来 大家全身都是大汗 不能洗澡 马上睡觉 他说就进行这样子的训练了 睡不着 他经常这样子 他要进行很多的训练 他就要训练一下战争时期的生活 不像我们平常生活 你打仗的时候 你在山里面打仗到哪去洗澡 是不是 你要学会 就是穿着很湿的衣服才会睡觉 所以可以假生鸡舍 我们大家知道 里面的衣服被汗浸透了又干了 被汗浸透了又干了 不能够洗 所以鸡舍都生出来了 万幸已死亡 打仗的时候很多人都死掉了 百果肉欲也千里无鸡鸣 过头 田野上都是那种血白的过头 没人买造 大四人 千里无鸡鸣 生命百亿也念自断人长 你看曹操这首诗歌 他就写出了当时那种真实的情景 反映了东汉末年的金安时期的那种战争的那种状况 你看这首《苦寒行》 这个《行》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啊 《行》就是歌 《苦寒行》就是《苦寒歌》 《苦寒行》就是《苦寒歌》 《北上太行山兼贼猴威威》 《太行山》我们大家知道 那个是刘邓大军也在太行山也干过的 这个《八路军》也在太行山也干过 这个山上打游击的好地方 《草草》也北上太行山 《尖队和威威威》 《太行山多高啊》 《阳长本级距车轮为止吹》 这个路啊很难走 这个路很难走 这个车轮呢都坏掉了 《寿墨和硝寿,北风深圳碑》 这个寿墨啊 这个冬天到了之后啊 这个一种硝寿的一种气象显示出来了 北方的一种硝寿的气象显示出来了 北风深圳碑啊 刮着北风 下面看看 太行山了当时还有什么 大家看看 熊匹对我蹲虎豹加肉体 当时太行山了 我们看看这个生命的环境还是很好的 有熊 有皮 有老虎 有豹 现在太行山上不知道有没有 我不知道 这个当时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不错的 当然曹操写的是一种 人少了以后都动过很多的那种景象 熄过少人民雪落和飞飞 熄过 熄过呢 边上呢少人 雪落和飞飞 这个雪啊 这个飘了下来呢 眼睛长贪蟹 远行都所怀 我身上的脖子啊 我常常的叹气 我走得很远呢 我心里想了很多 很多 我说 我心 和佛月 思月 以东归 我心里啊 东归 这个诗 诗经里面有一首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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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我从东面回来 啊 就回家的意思 想念家想 这为美打仗的生活啊 我们大家知道是非常艰苦的啊 非常艰苦的 这都讲的是 呃 战争时期的那种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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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以后 烧点稀饭 路上冲击 曹操是在第一线的 打仗的第一线的 所以他亲身体会到这种生活 卑贼 卑鄙东山寺 悠悠我是我爱 他想起了《诗经》里面《我祖东山》那首诗歌 就是《东归言》这个意思 《我祖东山》这首诗歌 他想想这位面多年的振战 多年的艰苦 曹操深有感触 曹操的诗歌写得很好 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学里应该多过的 《短歌曲》 这个《短歌曲》我们看看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披露招肉 去着苦都 客当一抗 忧思来忘 何以解忧 唯由度抗 这首诗歌也写得很好 《诗言诗》 这首诗我们大家都经常引用 写得郎郎尚可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对着酒大家唱歌 一个人到底能够活多少岁呢 我们大家知道一个人最多活几十岁 一百多岁又老受兴了 曹操也回来六十多岁了 他也没有多少时间 譬如昭露去着苦都 东海某年金安时期的话 那个时候人们经常有一种对生命的 即将消失的一种忧虑和恐惧 恐惧 对死亡的恐惧 因为我们大家想想 战争时期啊 你今天活着 说不定明天就死掉了 是不是啊 都有这种 那像曹操啊 他在北方他势力不强的 势力不强的 他靠起仙人起家 北方力量比他强的军阀多的是 尤其你像袁绍 对不对啊 袁硕 这种很大的军阀 吕布都是强点 曹操打他们啊 都是打得很艰苦的 很艰苦的 K荡以抗 忧思难亡 大家注意啊 有一个词叫抗K K荡以抗 就是把抗K两个字拆K的 我们今天抗K什么意思啊 大家知道抗K是大方的意思 今天中午啊 大家到饭店去吃饭 我的买单 我就很抗K 是不是啊 大方 但是在两汉的时候 这个抗K不是这个意思 抗K就是悲凉 悲凉的意思 我们经常要注意啊 那些词我们经常还是用的 还是用的 但是这个意思已经不同了 这种我们经常要注意 这种词的一种解释 抗K也就是忧愁的意思 悲凉的意思 忧思难亡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用什么来解除自己的忧愁 只有杜康酒 河南一个杜康酒很有名啊 嗯 我有很多河南的研究生 有一次他带给我一瓶杜康酒 杜康酒 河南杜康酒本来也是很有名的 名酒 这是第一段 这首诗歌可以分成四节 四节就是可以分成四段 第一段呢 第一段呢是一诚意识啊 他就讲了人生苦短 人生苦短 人的生命是很有限的 讲了这样的事情 下面三节讲另外一个主题了 这个曹操 他的诗歌也是写的很有意思啊 下面是另外一个主题 第二个主题 大家看看 清清自尽 悠悠我心 戴为君故 成瘾自尽 悠悠乐明 十业自贫 我有嘉宾 骨舍吹舍 啊 骨舍吹舍 清清自尽 悠悠我心 戴为君故 成瘾自尽 悠悠乐明 十业自贫 我有嘉宾 骨舍吹舍 这是讲自己对于人才的一种思念 清清自尽 悠悠我心 是诗经里面的意思 悠悠乐明 十业自贫 也是诗经里面的原句 原句 但曹操在诗歌道中把它引用进来啊 引用的天衣无缝 引用的天衣无缝 引用的非常好 非常好 下面讲了 我有嘉宾骨 骨舍吹舍 我如果有那些人才的话 我心里是非常高兴的 非常高兴的 我 用一种开音乐会来欢迎他们 欢迎他们 他下面下一段看看 明明明如月 何时可多 忧宠中类不可断绝 有不度欠 望用乡存 且苦谈言 心念旧恩 这又是一节 第三节 第三节 第三节呢 就是第三段呢 他想象人才 争者崩塌而来 人才争者崩塌而来 我们在三国演义里面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情景啊 从袁绍手下的一个人才叫许优 许优后来 袁绍手下人才太多啊 袁绍这个人是优柔寡断的 又不是个英雄 他不能用人 许优后来就想起了我要 他本来是很忠于袁绍的 后来离开了袁绍去投奔曹绍去 对吧 我们大家知道 关渡子战的是 取优 给曹绍创了很大的 很好的点子啊 你把袁绍的粮库把它刷掉 是吧 他几十万人马 你把他粮食全部刷光 你想想看 几十万人马 不乱也要乱掉了 对不对啊 没饭吃啊 你说 曹绍怎么可能刷掉呢 一般拐粮 拐粮仓的 一般都是非常勇敢的 都是重兵把守的 他说你放心好了 那个姓陈宇的将军是个酒葫芦 肯定酒喝醉了 你去吧 把他把它烧掉 曹绍就去了 亲自带人去烧 古人烧成功了 一烧掉 乌草一烧掉粮食 袁绍的兵就乱掉了 乱掉了嘛 曹绍就胜利了 是不是啊 所以 《三国演艺》里面的 电视机里面 什么样 他出现了一个场景 就是曹绍想象袁绍呢 这个袁绍就从田间小路上奔了过来 曹绍半夜还得看书 一看 听到那个徐佑来了 是他 徐佑从离开了袁绍到他这儿来了 鞋子都来不着 串就出去了 接他 对不对啊 你看 明明明如月 可思可断 这些人才啊 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样 什么时候我可以把它折过来呢 一无从中类不可断绝 余不斗签 汪勇相存 我想象的这些人才啊 正在穿过田间的小路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 来了之后 我们是切磕坦艳 心艳旧恩啊 你想许佑 续其旧的 还是曹操的同学 曹操同学 你不要看看 三国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同学啊 曹操跟刘彪尔也可以说的同学啊 都是蔡庸的学生啊 是不是啊 为什么后来你想 曹操 到了一定势力的时候 他一定要到凶龙去 去把那个蔡文姬把它学出来 是不是啊 蔡文姬 我现在想象 可能就是曹操的一个小四妹啊 蔡文姬是蔡庸的女儿 是不是啊 那个曹操跟蔡庸多数的时候 可能有个非常漂亮的小四妹 经常在他身边晃来晃去 他年纪很大的时候 想想 哦 这个小四妹哪里去了 听说被北京 被凶龙那边 什么有先话拿走了 曹操花了很多钱 去把他学回来 是吧 尽管那个时候蔡文姬年纪就很大了 看记得曹操还是一个很讲感情的人 很讲感情 很有意思的人 是吧 我们干脆把这首四大都讲完 好不好 《约明》第四节 很有意思 《约明星系乌缺难飞》 《约明星系乌缺难飞》 《饶恕三则何之可疑》 《山不艳高海不艳深》 《周公兔府天下贵心》 《三国演义》里有一个描写的《约明星系乌缺难飞》 《约明星系乌缺难飞》 《饶恕三则何之可疑》 第一个意思 他认为这个字面的意思不好 是不是 人打散了才有这种事情 第二个 曹操唱这首歌的时候 肯定又是用他喜欢的音乐 就是A乐来唱 《渡江大战子前》他唱A乐 用A乐 用B的音乐来演奏他四个 那个音乐观当然提出来 这个不好的 《渡江大战子前》应该唱军乐 《熊舅舅气网网》的才行 《三国演义》里描写的是非常的形象 曹操酒喝醉了 你竟敢反对我 又说把你刺死了 或者酒醒了之后感到非常后悔 这个音乐观还是挺好的 最后几句是核心 三不厌高 海不厌神 曹操说我这个人不嫌人才多 我三不厌高 海不厌神 我要学习周公 周公屠府 天下贵心 周公我们大家知道 周五亡死了以后 实际这种周潮的那个人 只要一听说哪个人才来了 他吃饭吃了一半 嘴巴里东西吐掉 赶快出去接见客人 他都非常好 所以这首《短歌》写呢 看起来 今天看起来我们还是写得很好 它两层意思 两个主题 这首《诗歌》里面 体现了曹操一个对生命短暂的一种忧虑 要趁着生命短暂 趁着有生命的多做事情 第二个是对人才的渴望 两个主题啊 在一首《诗歌》里面和谐的表现 很好 写得很好 并且这首《诗言诗》 《诗言诗》大家看看 《诗经》里面的《诗言诗》是非常旺盛的时候 到了曹操成绩了相当长一段时期以后 到《诗言诗》到曹操手里复活了 《诗言诗》 曹操写《诗言诗》是个高手 所以值得我们好好体会